随着半世蜜堂半世商热播后 罗云熙的人气也越来越高 而近日又传来好消息 罗云熙将洗手陈霄出演最新作品《良言血义》 该剧是改编慕福生的同名小说 由罗云熙饰演了帅气的霸总李泽良 与陈霄饰演的女主沈血义偶遇 两人彼此吸引迅速坠入爱河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使得两人之间的感情生变 女主经历了一场失忆重逢的大戏后 对男主展开抱负 而男主却对她坚定不一 明知是陷阱也甘愿为她受尽折磨 一场合久必分分久必婚的戏码也就此上演 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待该剧定档我们再另做介绍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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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